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草莽出身的大军阀 迫于南方革命军的攻势 刚刚离开就任不到一年的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还没有退回他的大本营奉天 就撒手人寰 日本人和他的各路敌人都在窃笑 为他哭泣的只有他的十几个儿女 和一大群夫人 张作霖1875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他的祖上从河北闯关东来到了东北 在盘锦市大洼县马家村以种田为生 张作霖只上过不到一年的私塾 在他15岁那年 父亲张友才与人斗殴被打死 为了生计 张作霖开始做各种小买卖 奔波于辽西各县 他学过木匠 卖过包子 当过货狼 母亲改嫁后 又跟继父学过一阵兽医 早在当小货狼的时候 张作霖结识了赵家庙村的赵湛园 并相中了与他同岁的赵家二姑娘 赵二姑娘精明能干 人又善良 赵公有时出去买货 买货的过程中间 就好像很大方自然 就为张作霖所注意 有时候不但买货 问这问那 还有时候少说帮他卖过货 所以这时候张作霖对赵氏印象很深 他就有允许赵氏这个思想 但当时张作霖是一无防二无地 可以说青光大一个 他有这个心严密感张口 但是当时的张作霖一无所有 无法向赵家求亲 他按下决心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到时再来娶二姑娘 在他二十岁的时候惊人引荐 他投了驻达在盈口 对抗日军的清军 因为机警勇敢 屡立战功 又加上他董寿一 很快就被提升为骑兵少长 再回到赵家庙时 他果真和二姑娘结了婚 中日甲午海战后 满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陷入瘫痪 辽西辽南一带各路马贼蜂拥而起 张作霖常为这些土匪医治受伤的马 有机会结识了一些有名的马贼 并且因此蹲过大狱 出狱后的张作霖干脆横下一条心 加入绿林 但是张作霖不愿意干那些绑票抢劫的勾当 尤其不愿意绑架富裕 他只好脱离匪帮 回到赵家庙 从此开始了一侠一道 一正一邪的草莽生涯 这一时期 张作霖对发起赵氏的感情特别好 赵氏一直伴随着他过着动荡的生活 吃尽了苦头 他给张作霖生了两男一女 长子便是张学良 张作霖这个人家脾气不好 动动动就跟哥们就动动骂起来了 有时候既然说开枪就要打一击 就在这关键时候 有时候这些兄弟们他都给整伤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赵夫人出来就说 那他当时人家狗一年不到 你们该下了 应该你不理他就完了 你冲你不能冲他 就是一说就把好多难题都给解了 1902年张作霖抱着升官发财的愿望 带着自己的队伍接受清政府的招案 成了帮助清军剿匪的正规军 他竭力效忠朝廷 把辽新一带的狐匪马贼杀了个七零八落 因此名声大振 真的升官发财了 赵氏是一位农家妇女 与张作霖一起出入官场 显得有些吐气 加上她又有血眼病 张作霖渐渐地觉得 她有些拿不出手 当时有钱有势的男人 娶几房太太是很正常的事情 张作霖准准备再娶一位体面的太太 出入官场好有个面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张作霖在一个私塾先生家 遇见了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姓卢 名寿轩 父亲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先生 卢寿轩从小被书香寻陶 端庄闲静的气质中 又有几分妩媚的风雅 张作霖也就看上了 看上以后张作霖就给他一个哥们 姓程的一个哥们 去给当媒人 他就给说去 还真心真意地 给这姓程的这位去说亲家 给别人提起 人家在家里还不乐于嫁 完了在家说这么句话 说我要嫁我这个姑娘 就嫁给你这样的 他一听就心里就无限欢喜 就顺杆爬爬 就说 从这 他就说了 那你就嫁给我 就方才说 人家说嫁给你 也有困难 你是二房 他又说二房我一体看待 也没什么关系 结果这么久 他就嫁给他了 歪打正着 张作霖趁机为自己 求下了这门婚事 对张作霖的再娶 原配赵氏是有意见的 这赵氏听说他 又娶个卢氏 赵氏先头 心情很痛苦的 我这跟你俩艰苦奋斗 共同生活 这个困难日子过来了 你这又有心了 但他一看 也没办法 张作霖的意向已经定了 就非要取证 卢氏不可 所以赵氏就想了 我还不如 我不用不拒绝 干脆 我就帮你们 他给主次张罗 把卢氏取来的 就由他来给超办婚事 卢氏被取进门之后不久 赵氏带着两个孩子 搬回了新民县 咬合店胡同的旧居 张作霖定期给他生活费用 有时候 在经济上不能得到及时补给 赵氏娘几个 常常陷入窘迫 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说 在他小时候 母亲经常带着他和弟弟学名 躲避土匪的侵扰 1911年的冬天 赵氏抱着孩子到奉天 向张作霖要钱 因为小孩夜间啼哭 张作霖一时兴起 打了孩子一顿 赵氏与张作霖大吵了一顿 第二天便又搬回了新民县 从此没去过奉天 赵氏深感自己被丈夫冷落 往日辛苦 今日遭遇 一起涌上心头 从此一病不起 1912年4月病死在新民县 在赵氏病重期间 张作霖前去探望过几次 但也无力回天 二太太卢氏 一辈子吃斋念佛 与世无争 从来不与其他夫人争宠 对下人也很宽厚 张府上下都很尊敬她 那么她现在六个夫人中 其中二夫人的性格 是最好的 那么在奉天大赛府这个期间 一般张作霖 有的时候跟夫人闹点矛盾的时候 她一般都到二夫人去拍忧解仇 卢氏温顺慈善 赵夫人生前对她最为信任 张学良母亲死了以后 不扔下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 这个二夫人 对这个三个孩子关照 比对自己的孩子 都足够 张学良 管别管别的老太太都叫姨 只有管他叫妈 1906年 横边上就遇到这三回 她看着长得这么漂亮 就惊呆了 张作霖 张作霖花了五千两银子 娶不娶她 最初张作霖有点犹豫 可就在不久后的一天 张作霖又碰到了一位 让她心动的姑娘 那便是日后的四夫人 许树阳 许树本身呢 出生是威贱的 她本来河北人 流落到东北来了 她和她妈俩一起 到东北以后 娘俩就给人家洗衣 做点杂活 来维持娘俩的生计 这个人有一天 这个姑娘 许树去打水上景象 张作霖给她路过 个眼子一看 打水的姑娘挺好看 回来以后 一下子睡觉 一闭眼就想这个女 一闭眼就想这个女 就把这代谢玉给忘了 就老店子这个女 有半个多月 就想事了事 就拖这个头回去 那小妈给我做美 一个也是娶 两个也是娶 张作霖一高兴 干脆两个女人 一块儿娶回来 这一年的十月初时 张作霖一天娶了两媳妇 带氏人长得很美 但是性情却很暴躁 常常因为耍小性子 使张作霖不高兴 因此 这几个太太当中 她的命运最为古迹 张作霖带兵征伐 蒙古叛军陶克湖时 带氏随军跟她到了末北 她感到很不称心 和主管内务的军官 陶立青发生了争吵 有一次三分 一碗茶水就泼在老桃身上 泼完了以后她急了 一说夫人就给骂了 骂了以后转身就找张作霖 所以从来我准备赤子 我把你夫人给得知 我也骂 张作霖说咱 你跟老娘一般见识咱 你跟老娘咱哥 你跟他扯扯 他不女的 咱不是老爷们吗 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 人家张作霖就根本 就没把这事当为事 张作霖没有袒护带氏 使陶立青很受感动 没有辞职 这件事使带氏觉得很没有面子 而这仅仅是个开头 接下来的事情 更加是他心晦意冷 他的弟弟 就是张作霖的小舅 给张作霖当刺猬 他有一天 喝两钟 一个户上街 就拿着这枪打路灯 左个路灯右个路灯打 这样一交通局 就写了个报告 说有一个人 打路灯 给他路灯都打坏了 张作霖一看 说是谁 一看说是 正好是他小舅 张作霖当时就急了 说不管是谁 你这样还了得 你当我的部下随便就去打路灯 那以后我还怎么管束别人 当时就告我 立即枪毙 这件事实在是悲痛欲绝 从此对张作霖冷若冰霜 性情又暴躁转为抑郁 他觉得张家彻底容不下他 于是悄然离开帅府 消化为迷 与戴士的暴躁相反 同一天进张家门的许夫人 却是个温和内敛的女人 由于出身贫寒 许氏进入张家后 总是有些忐忑不安 他很要强 想通过自学来改变自己的面貌 嫁过来不久 他便到了沈阳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 作为省都军的夫人 整天和那些新潮的女学生 在一起抛头露面 张作霖认为有失体统 便不让许氏再去学堂 许夫人便在家里 跟着私塾先生继续念书 许氏为张作霖生了两男两女 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 朴素的生活作风 曾经嘱咐儿子学曾和学斯说 如果你父亲不在了 张家的家业都是你大哥和二哥的 不许你们去争 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斯回忆说 如果说父亲的愿望 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 那么母亲的教育和影响 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 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念头 1917年 张作霖做到了奉天都军兼省长的高位 这年夏天 他应邀出席女子学校的毕业典礼 在这个典礼上 一个叫王亚军的女生的风采 征服了张作霖 这个王亚军当时代表毕业生做了一番养检 讲演 这讲演讲得非常好 张作霖一个王亚军长得也漂亮 在讲演讲得很地道 把张作霖好多吹发 张作霖去参加了 我这家里虽然认识服也漂亮 但真正拿出手就没 这公开场上拿出手呢 还都拿不出手 这都是古板以后 还都锅脚的都书 都小脚的 还都拿不出手 真正像王亚军 回到帅府 张作霖便托人上王家提亲 能够攀上这门亲 加到中落的王家 真是求之不得 王亚军被娶到张家 尊为寿夫人 寿氏年轻貌美 精明能干 属于智慧型的女子 她特别善于揣摩张作霖的心思 而且处理事情圆满周到 很快寿氏在张作霖心中的位置 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夫人 几乎达到了专宠的程度 大帅府东边的小青楼 就是张作霖专门为寿氏兴建的 称为寿夫人楼 这三个有孩子的夫人都有女儿 她把这女儿一下都拢过去了 而且让住在 老爷子给盖的一个楼 明月给他盖的 私自最好的房间 都给女儿盖住上 所以小青楼成了小酒 不是受福人楼 她说我这一楼 楼下我这跟老头住就行 那几姑娘在楼上住 这一下就把这几个夫人就征服了 另外几位夫人理解了 也习惯了张作霖对寿氏的专宠 张作霖让她全权管理大帅府的内务 寿氏不负众望 把大帅府打理得有条不紊 给张作霖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 宠爱归宠爱 事关政局的时候 张作霖是绝对不允许太太们干涉的 一旦有这种情况 张作霖是绝对不讲情面的 哪怕是她最宠爱的寿氏 吴夫人她妈妈的厨师 坐火车不买票 叫那个谁 那个张云怀给查出来了 查了就在火车站 这张云怀给揍得不能动它了 晚上回来了 回来那谁 吴夫人她妈就把吴夫人找了 打狗还开队 把咱家的厨师给打成个样 你得跟大帅说 这不会连孤单号 就找张作霖说 张作霖说 张作霖一听说 啊 还真有这么胆大妄为的 好 感觉太热从上动走 明天提拔起来 1923年秋 从天津都办军务回来的张作霖 即连几天都有些闷闷不乐 身边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聪明心细的寿夫人 从张作霖的言谈话语中 得知了其中的秘密 马氏当时是个小姑娘 才18岁 是一个戏班子里的一个戏子 这个戏班这个班主 好八戒这个军阀官僚 其中有一次 他就送来六七 就这个班主送来六七个 八戒张作霖吧 张作霖这个地位高 有一个小姑娘 张作霖就看上了 虽说妻妾成群 对张作霖来说不算什么 可她还是不敢公开 娶回马姑娘 拿又拿不起 放又放不下 还是聪明的寿夫人 帮她解了难题 张作霖来伙了 饭也不好吃 等就等 而寿夫人整个事 就张作霖自己说了 说我妈天津 我看上一个小姑娘 但是家里的 你都是老的 我都五十来岁了 我也不能再老了 不怕了 那五倍都这么办 我去把她解了 马月清 以寿夫人丫鬟的名义 被安置到了小青楼内 大家都叫她月姑娘 寿夫人吩咐下人 对月姑娘 要像对待夫人一样尊重 持穿用度 跟几位夫人一样 月姑娘出身卑微 却非常稳重得体 1924年 月姑娘为张作霖 生了个女儿 立即被尊为六小姐 她被生为六太太 月姑娘知恩图报 一生都尊重寿夫人 寿夫人并没有因为张作霖 娶了六夫人而失宠 反而因为凡事替张作霖着想 而获得更多的尊重 甚至成了张家后院的主心骨 黄孤屯事件之后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 陪伴张作霖的六夫人 马月清也被炸伤了腿 张作霖回到帅府时 已是奄奄一息 帅府上下一片慌乱 这时候受夫人体现出了 她触乱不惊的大家气概 大帅知道是5点30分被炸 9点40分是延期的 中间还有几个小时 那么这个时候 当时的丰天省长 丰天的警卫司令 都云集到帅 跟武夫人商量 不能发伤 不能公布 咱们一切的照常 需要你来演一出戏 等着他少帅回来 突然有一天 日本这个 驻沈阳总领事馆 就是 林九智郎当时叫 林九智郎的 派他的夫人来 探听底 到底张作霖死没死 他夫人就来了 来了就说 要见受夫人 这你得见 正好在前厅的这个 会客室嘛 就见着了 受夫人这时候 听说他来了 他马上就打扮 穿进这个 就所谓画之招来的 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丈夫已经 死去的这个迹象 而且在表情上 在谈话中间上 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受夫人 能在这样一个 关键的时刻 唯一的时刻 能够从容处理 这样一件大事 密不发生 这对推辞日本 勤战东北 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作霖死了 留给世人许多故事 他的五房夫人 没有一个在嫁 全部以张家夫人的身份 手劫到死 在妻妾成群的 大家庭中 张作霖家世的 和谐安宁 是少见的 这得益于 张作霖的 至家原则 同日下级 叫安危病逝 她这块 属于轻危病逝 她在这些个 夫人之间 比较平等 对待说 虽然她对受夫人 有所从爱 但是都比较平等 另外她还有一条 就是说 这些夫人都不敢争 对于正事 对于正事 不要差异 所有人都没有差异 张作霖死后 儿子张学良 继承了她打下的家业 1938年 九一八事变后 几位夫人 纷纷离开了沈阳 曾经辉煌顶沸的 大帅府 日渐沉寂 帮助丈夫 成就大业的赵氏 在抑郁中病逝 中年三十八岁 生有长女守芳 长子学良 次子学明 二夫人卢氏 后来迁居天津 以养天年 1974年病逝 中年九十四岁 她为张作霖生了两个女儿 即二女儿怀英 和四女儿怀青 三夫人代事不久 病逝在尼古安 一生没有子女 四夫人许氏 后来潜居美国 五十年代回到北京 1978年病逝 享年九十岁 五夫人寿氏 1966年在台湾病逝 享年六十九岁 她生了四个儿子 为学森 学骏 学鹰 和学栓 六夫人马氏 一直陪伴 受夫人左右 1975年 七十岁的时候 在台湾病逝 生有一个女儿 怀敏 如今 张作霖的后人 遍及海内外 她们偶尔能够 回到沈阳大帅府 缅怀她们的祖宗 USDT USDC 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 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